我们注意到相关的论调 这种论调有备事实 事实上 中国经济持续恢复 总体回升向好 依然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中国疫情防控平稳转断后 经济恢复是一个波浪式发展 曲折式前进的过程 难免会有发展中的困难和前进中的问题 但我们从不避讳问题 而是采取措施 积极加以解决 成效也已经或正在显现 少数西方政客和媒体 放大炒作中国疫后经济复苏进程中 存在的阶段性问题 最终难免被现实打脸的命运